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如今我国早就已经摆脱了往日的形象 凭借初四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逐渐占据主岛地位 很多分割出去的领土也逐渐回归 可是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一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论 至今也没有解决 所以不少人都会非常好奇 钓鱼岛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为何我国绝不忍让呢? 首先,钓鱼岛的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还含有各种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 其次,钓鱼岛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岛屿问题 而是涉及到东海化界 中日海域以冲绳海沟为界 如果日本获得了钓鱼岛 就有可能在海域上有更多的要求 再就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蓝水海军梦想 想要实现这个梦想 钓鱼岛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如果日本拥有钓鱼岛 海军从东海走进大洋的路线就会被堵死 唯一可行的马六甲海峡路线 也要时刻面临被监听跟踪的巨大风险 所以钓鱼岛一定不能被日本占领 否则我国的蓝水海军梦就要彻底破灭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 一旦日本占有钓鱼岛 再建立军事设施的话 军事能力势必会大大增强 到时候我国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总而言之 当初日本在二战战败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 就已经承诺要将侵略的土地归还 如果我国失去钓鱼岛 日本当初的投降书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所以综合这几方面来看 我国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一定不能忍让 看完这些 大家是不是对钓鱼岛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